奥英美三国前几天成立最新的军事战略联盟 成为全球焦点 西蒙安全委员今天就促请国防部高级部长 纳都斯里西山穆丁 以及外交部长纳都塞福丁阿都拉 向国会提成我国对相关联盟的立场 以捍卫国家立业 承信党主席穆罕默沙布 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刘震东 以及共争党双西大年国会议员纳都佐哈里 今天透过一份联合文告表示 奥英美联盟以900亿澳元购买核潜艇的重大项目 很有可能造成亚洲局势升温 西蒙指出地缘政治竞争不断升温 马来西亚身处其中 有必要在仔细观察局势后明确表达立场 文告表示 中美两方有必要缓解南中国海和亚洲地区的紧张局面 因为持续升温的紧张局势 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 文告